第33回 宋江夜看小熬山 花蓉大闹清风寨 诗曰 花开不择贫家地 月照山河到处鸣 世间只有人心恶 万事还须天养人 忙龙音雅家豪富 智慧聪明 却受贫 年月日时该载定 算来游命 不游人 话说这清风山离青州不远 只隔得百里来路 这清风寨却在清州三岔路口 地名清风镇 因为这三岔路上通三处鄂山 因此特赦这清风寨 在这清风镇上 那里也有三五千人家 却离这清风山只有一站多路 当日三位头领自上山去了 只说宋公明独自一个 背着些包裹 以礼来到清风镇上 便借问花之寨住处 那镇上人答道 这清风寨衙门在镇市中间 南边有个小寨 是文官刘之寨住宅 北边那个小寨 正是武官花之寨住宅 宋江听霸 谢了那人 便逃北寨来 道德门守 见有几个把门军汉 问了姓名 入去通报 只见寨里走出那个年少的军官来 拖住宋江便拜 那人生得如何 胆见 尺白唇红 双眼峻 两枚入宾长青 细腰宽绑四圆形 能骑乖猎马 爱放海东青 百步穿阳神必见 公开秋月分明 凋零剑发 蹦寒星 人称小李广 将中是花蓉 出来的少年将军不是别人 正是清风寨 武之寨 小李广 花蓉 宋江见了 看那花蓉怎生打扮 胆见 身上战袍金翠袖 腰间玉带欠山西 肾青金则双环小 文武花靴 墨绿笛 花蓉见宋江 百霸 贺教君汉接了包裹 泼刀 腰刀 扶住宋江 直至正厅上 便请宋江当中凉床上坐了 花蓉又那头拜了四拜 起身道 自从别了兄长之后 屈指又早五六年已 常常念想 听得兄长杀了一个破烟花 官司行文书各处追捕 小弟文德如坐针毡 连连写了十数封书去贵庄问信 不知曾道也否 今日天赐 幸得哥哥到此 相见一面 大臣平生可养之思 说罢又拜 宋江扶住道 贤弟修之谷讲理 请坐了 听在下告诉 花蓉协作着 宋江把杀颜婆夕一事 和投奔柴大官人 并孔太公庄上遇见武松 清风山上被捉 欲烟顺等事 细细的都说了一遍 花蓉听罢 答道 兄长如此多磨难 今日幸得仁兄到此 且住数年 却又理会 宋江道 若非兄弟宋青 寄书来孔太公庄上时 在下也特地要来贤弟这里走一走 花蓉道 前此连连奉书去拜问兄长 不见回音 厚恩之令地说 兄长在白虎山孔太公庄上 也特地要差人 请兄长来此间住几时 金蒙仁兄不弃道此 只恨无甚喊恶管带 便请宋江去后堂礼座 换出魂家崔氏来拜伯伯 拜爸 花蓉又叫妹子出来拜了哥哥 便请宋江更换衣裳鞋袜 香糖沐浴 在后堂安排颜洗洗尘 当日盐宴上 宋江把救了刘之寨工人的事 贝戏对花蓉说了一遍 花蓉听罢 皱了双眉说道 兄长没来由 就那妇人做什么 正好叫灭这丝的口 宋江道 去又作怪 我听得说是清风寨之寨的工人 因此把作贤弟同僚面上 特地不顾王矮虎相怪 一力要救他下山 你却如何嫩地说 花蓉道 兄长不知 不是小弟说口 这清风寨还是清州紧要去处 若还是小弟独自在这里把守时 冤禁强人 怎敢把清州搅得粉碎 近日除将这个穷酸恶醋来做个正之寨 这私又是文官 又没本事 自从到任 八次相间 些少上户诈骗 乱行法度 无所不为 小弟是个五官妇之寨 每每被这丝怄气 恨不得杀了这烂乌贼禽兽 兄长却如何救了这丝的妇人 打紧这婆娘极不嫌 只要调拨她丈夫行不仁的事 残害良民 谈图贿赂 正好叫那贱人受些垫辱 兄长错救了这等不才的人 宋江听了 便劝道 贤弟诧异 自古道 冤仇可解不可结 他和你是同僚官 又不合活生事 亦且他是个文墨的人 你如何不见他 他虽有些过事 你可因恶而扬善 贤弟修如此浅见 花容道 兄长见得极明 来日宫县内见刘智寨时 与他说过了救他老小之事 宋江道 贤弟若如此 现场也显你的好处 花容夫妻疾口 招募精精致志 供查献酒 供食 服侍宋江 当时就晚 安排床障在后堂宣下 请宋江安歇 此日又被酒食炎炎管带 话修续凡 宋江自到花容寨里 吃了四五日酒 花容手下有几个踢脊人 一日换一个 拨鞋碎银子在他身边 每日叫相陪宋江去清风镇街上 观看市井喧华 村落公冠寺院 闲走乐情 自那日为始 这踢脊人相陪着闲走 邀宋江去市井上闲玩 那清风镇上也有几座小钩篮并查访九四 自不必说的 当日宋江与这踢脊人 在小钩篮里闲看了一回 又去近村寺院 道家公冠 游赏一回 请去市井上九四中饮酒 拎起身时 那踢脊人取银两还九钱 宋江哪里肯要他还钱 却自取碎银还了 宋江归来 又不对花容说 那个同去的人欢喜 又落得银子 又得身贤 自此 每日拨一个香陪 和宋江缓步咸游 又只是宋江使钱 自从到寨里 无一个不敬他的 宋江在花容寨里 住了江籍一月有余 看看蜡尽春回 又早元宵洁尽 其说这清风寨镇上居民 商量放灯一事 准备庆赏元宵 磕脸钱物 去土地带王庙前扎覆起一座小熬山 上面结彩玄花 张挂五七百碗花灯 土地带王庙内 常映猪般灶火 家家门前扎起灯棚 赛悬灯火 市镇上 猪行百亿都有 虽然比不得京师 只此也是天上人间 当下宋江在寨里和花容饮酒 布局又早逝元宵节到 至日 晴明得好 花容到四排前后 上马去宫县内 点起数百个军事 叫晚间去市镇上弹压 又点拆许多军汉 分头去四下里 手把炸门 胃排时分 回寨来邀宋江吃点心 宋江对花容说道 听闻此间市镇上 今晚点放花灯 我欲去观看观看 花容答道 小弟本欲陪侍兄长去看灯 正当其礼 这是 耐愿我执意在身 不能够自在闲不同网 今夜 兄长自与家间二三人去看灯 早早地便回 小弟在家砖带 家宴三杯 以庆佳节 宋江道 最好 却早天色向晚 东边推出那轮明月来 正是 玉露铜湖 且莫催 星桥火树 扯明开 凹山高耸 青云上 何处游人 不看来 当晚 宋江和花容家亲 随踢几人两三个 跟随着宋江 缓步徐行 到这清风镇上 看灯时 只见家家门前 搭起灯篷 悬挂花灯 不计其数 灯上画着许多故事 也有剪彩非白 牡丹花灯 并荷花芙蓉 异样灯火 四五个人 手撕挽着 来到土地带王庙前 看那小熬山时 怎见得好灯 但见 山时穿双龙细水 云霞硬 独鹤朝天 金莲灯玉灯 晃一片琉璃 荷花灯芙蓉灯 散千团锦绣 银额窦彩 双双随绣带香囚 雪柳蒸灰 屡屡服滑帆翠木 村歌涉谷 花灯营里 静喧田 织女残奴 画烛光中 铜赏丸 虽无佳力 风流曲 尽贺风灯 大有年 当下宋江等四人 在敖山前看了一回 一里头难看灯 走不过五七百步 只见前面灯烛银黄 一伙人围住在一个大院墙门手热闹 锣鼓响触 众人喝彩 宋江看时 却是一伙 五报老的 宋江矮挫 人背后看不见 那相陪的踢几人 却认得是社会对立 便叫分开众人 让宋江看 那跳报老的 身躯扭的 村村逝逝的 宋江看了 哈哈大笑 只见这墙院里面 却是刘之寨夫妻两口 和几个婆娘在里面看 听得宋江笑声 那刘之寨的老婆 于灯下却认得宋江 便直语丈夫道 误那个黄矮汉子 便是前日清风山 强掳下我的贼头 刘之寨听了 吃一惊 便唤亲随六七人 叫捉那笑的黑汉子 宋江听得 回身便走 走不过十余家 众军汉赶上 把宋江捉住 拿了来 却似造雕追紫燕 正如猛虎淡羊羔 拿到寨里 用四条马锁绑了 压制厅前 那三个踢脊人 见捉了宋江去 自跑回来 报与花蓉之道 且说刘之寨坐在厅上 叫借过那丝来 众人把宋江 簇拥在厅前跪下 刘之寨喝道 你这丝是青丰山 打劫强贼 如何敢擅自来看灯 今被擒货 你有何理说 宋江告道 小人自时 运城县客人张三 与花之寨是固有 来此间多日了 从不曾在青丰山打劫 刘之寨老婆 却从屏风背后 转江出来 喝道 你这丝物资赖礼 你记得叫我 叫你做代王时 宋江告道 工人诧异 那时小人 不对工人说来 小人自时运城县客人 亦被掳掠在此间 不能够下山去 刘之寨道 你既是客人 被掳截在那里 今日如何能够下山来 去到我这里看灯 那妇人便说道 你这丝在山上时 大拉拉地 坐在中间交椅上 有我叫代王 哪里踩人 宋江道 工人全部寄我 一力救你下山 如何今日 倒把我强牛做贼 那妇人听了大怒 指着宋江骂道 这等顽皮赖骨 不打 如何肯招 刘之寨道 说的是 贺叫 举过劈头来 打那四 一脸打了两料 打得宋江 皮开肉栈 鲜血泵流 便叫 把铁锁锁了 明日合个球车 把运城虎张三 借上周里去 却说 相陪宋江的踢己人 慌忙奔回来 报之花蓉 花蓉听霸大惊 连忙写一封书 拆两个能干亲随人 去刘之寨处取 亲随人积了书 急忙到刘之寨门前 把门军事入去报复道 花之寨差人 在门前下书 刘高教换至当听 那亲随人 那亲随人江书城上 刘高拆开封皮 读道 花蓉拜上辽兄 向工作前 所有搏亲流丈 近日从几周来 因看灯火 勿犯尊威 万起情术放眠 自当造谢 草字不公 反起照查 不宣 刘高看了大怒 把书扯得粉碎 大骂道 花蓉这丝无礼 你是朝廷命官 如何却与强贼通通 也来瞒我 这贼已朝是运程县张三 你却如何写道是流丈 俺须不是你无弄的 你写他姓刘 是和我同姓 嫩得我便放了他 贺令左右 把下书人推抢出去 那亲随人被赶出寨门 急急归来 禀赴花蓉之道 花蓉听了 只叫的 苦了哥哥 快背我的马来 花蓉披挂 拴束了弓箭 抄枪上马 带了三五十名军汉 都脱枪夜棒 直奔到刘高寨里来 把门军人见了 哪里敢拦挡 见花蓉头饰不好 进阶吃惊 都四散走了 花蓉抢到厅前 下了马 手中拿着枪 那三五十人都两百在厅前 花蓉口里叫道 请刘之寨说话 刘高听得 见花蓉头饰不好 惊得魂飞魄散 惧怕花蓉是个五官 哪里敢出来相见 花蓉见刘高不出来 立了一回 贺叫左右 去两边耳房里搜人 那三五十军汉 一起去搜时 早从廊下耳房里 寻剑送江 被马锁 高吊起在梁上 又是铁锁锁着梁腿 打得肉绽 几个军汉便把绳锁割断 铁锁打开 救出宋江 花蓉便叫军士 先送回家里去 花蓉上了马 抄枪在手 口里发雨道 刘之寨 你便是个正之寨 待怎的奈何了花蓉 谁家没个亲眷 你却什么意思 我的一个表兄 只拿在家里 强扭作贼 好欺负人 明日和你说话 却在理会 花蓉带了众人 自回到寨里 来看世宋江 却说 刘之寨 见花蓉救了人去 急忙点起一二百人 也叫来花蓉寨夺人 那二百人内 心有两个教头 为首的教头 虽然了得些枪刀 终不及花蓉武艺 不敢不从流高 只得引了众人 本花蓉寨里来 把门君士 入去 抱之花蓉 此时天色 未甚明亮 那二百来人 拥在门首 谁敢先入去 都惧怕花蓉了得 看看天大明了 去见两扇大门不关 只见花之寨 在正厅上坐着 左手拿着弓 右手拿着剑 众人都拥在门前 花蓉竖起弓 大喝道 你这君士们 不知冤各有头 债各有主 刘高差你来 休要替他出色 你那两个心参教头 还未见花之寨的武艺 仅是先叫你众人 看花之寨弓箭 然后你那斯门 要替刘高出色 不怕地入来 看我先设 大门上左边门神的 孤独头 搭上箭 夜满弓指一箭 鹤声道 招 正设中门神孤独头 众人看了都吃一惊 花蓉又取第二支剑 大叫道 你们众人 再看我这第二支剑 要射右边门神的 头盔上猪鹰 搜的又一剑 不偏不斜 正中鹰头上 那两支剑 却设定在两扇门上 花蓉再取第三支剑 鹤道 你众人看我第三支剑 要射你那队里穿白的 叫头心窝 那人叫声 哎呀 便转身先走 众人发声喊 一起都走了 花蓉且叫闭上寨门 去来后堂看去宋江 花蓉说道 小弟误了哥哥 受此之苦 宋江答道 我却不妨 只恐刘高那四 不肯和你甘休 我们也要计较个长遍 花蓉道 小弟舍着 弃了这道官告 和那四礼会 宋江道 不想那妇人 江恩作愿 叫丈夫打我这一顿 我本带自说出真明性来 却又怕严婆西事发 因此只说 运城客人张三 颇奈刘高无礼 要把我做运城虎张三 借上周去 喝个球车乘我 要做青丰山贼手时 请客便是一刀一剐 不得贤弟自来立就 便有铜唇铁舌 也和他分辨不得 花蓉道 小弟寻思 只想他是读书人 许念同性之亲 因此写了流账 便失望了忌讳这一句话 如今既已救了来家 且却又理会 宋江道 贤弟诧异 既然仗你好事救了人来 凡事三思而后行 再思可以 自顾道 吃饭防夜 行路防爹 他被你公然夺了人来 即使人来强 又被你一下 尽都散了 我想他如何肯干吧 必然要和你动文术 今晚 我先走上清风寨去躲避 你明日去好和他白赖 终究只是文武不合相殴的官司 我若再被他拿出去时 你便和他分说不过 花容道 小弟只是义勇之夫 却无兄长的高明远见 只恐兄长伤重了 走不动 宋江道 不妨 世纪难以耽搁 窝斯挨到山下便聊 当时夫贴了膏药 吃了些酒肉 把包裹都系在花容处 黄昏时分 便使两个君汉 送出炸外去了 宋江自连夜挨去 不在话下 再说 刘之寨见君士一个个 都散回寨里来说道 花之寨十分英勇了得 谁敢去尽钱当他弓箭 两个教头道 捉他一箭时 射个透明窟窿 确实都去不得 刘高那寺终是个文官 还有些谋略算计 花容虽然勇猛豪杰 不及刘高的质量 正是将在谋而不在勇 当下刘高寻思起来 想他这一夺去 必然连夜放他上清风山去了 明日去来和我白赖 便征敬到上司 也只是文武不合斗殴之事 我却如何奈何的他 我今夜拆二三十军汉 去五里路头等候 倘若亲信捉着时 将来悄悄地关在家里 去暗地使人连夜去州里 保持军官下来取 就和花容一发拿了 都害了他性命 那时我独自霸着这清风寨 省得受这斯门的气 当晚点了二十余人 各执枪棒 就业去了 约莫有二更时候 去的君汉 被捡绑的宋江道来 刘之寨见了大喜道 曝出无知所料 且与我囚在后院里 修教一个人得知 连夜便写了十封身状 拆两个心腹之人 星夜来清州府飞报 此日 花容只到宋江 上清风山去了 坐是在家 心里自道 我且看他怎地 竟不来踩着 刘高爷只坐不知 两下都不说着 且说清州府之府 正值生清做工作 那知府父姓慕容 双鸣燕达 是今上徽宗天子 慕容贵妃之兄 依托妹子的誓要 在清州横行 残害良民 期望遼有 无所不为 郑玉回后堂退时 只见左右宫人 接上刘之寨身状 非报贼情宫事 知府接来 看了刘高的文书 吃了一惊 便道 花容是个功臣之子 如何接连清风山强贼 这罪犯贼 这罪犯非小 畏畏虚敌 便叫换了本州兵马都剑 来到厅上 吩咐他去 原来那个都剑姓黄明信 为他本身无意高强 威震清州 因此称他为震三山 那清州地面所管下 有三座鳄山 第一便是清风山 第二便是二龙山 第三便是桃花山 这三处都是强人草寇 出没的去处 黄信却自夸 要捉进三山人马 因此换作震三山 那人生得如何 弹剑 相貌端方如虎豹 身躯长大四蛟龙 平生贯使桑门剑 威震三山 立大功 这兵马都剑黄信 上听来 领了知府的言语出来 点起五十个壮剑军汉 披挂了衣甲 马上请着那口桑门剑 连夜便下清风寨来 竟到刘高寨前下马 刘之寨出来接着 请到后堂蓄礼坝 一面安排九十管带 一面靠上军事 后面请出宋江来 叫黄信看了 黄信道 这个不必问了 连夜合个求车 把这丝盛在里面 头上没了红卷 插一个纸旗 上写着 清风山贼手 运成虎张三 宋江哪里敢分辨 只得由他们安排 黄信再问刘高道 你拿着张三时 花蓉知也不知 刘高道 小官夜来二更拿了他 悄悄地提得来 躺在家里 花蓉只知道张三去了 自作是在家 黄信道 几时嫩的 却容易 明日天明 安排一副洋酒 去大寨里宫厅上摆着 却叫四下里 埋伏下二三十人预备着 我学自去花蓉家 请得他来 只推道 慕容之府 听得你文武不合 因此特差我来 治酒劝玉 转到宫厅 只看我 智展为号 就下手拿住了 一同借上舟里去 此计如何 刘高鹤采道 还是相公高见 此计大庙 却此瓮中捉鱼 手道拿来 当夜定了计策 此日天晓 先去大寨左右 两边帐墓里 欲先埋伏了军事 听上虚设着九十盐宴 早饭前后 黄信上了马 只带三两个从人 来到花蓉寨前 军人入去传报 花蓉问道 来做什么 军汉答道 只听得叫报道 黄督健特来相探 花蓉听罢 便出来迎接 黄信下马 花蓉请到厅上 叙礼罢 便问道 督健相公 有何公干到此 黄信道 下官蒙知父呼唤 发落道 为的是你清风寨内 文物官僚不合 为之未甚缘由 知父成孔二冠 引丝绸而勿其公事 特差黄毛 鸡道扬酒 前来与你二官讲和 以安排在大寨宫厅上 便请足下上马同网 花蓉笑道 花蓉如何敢欺网流高 她又是个正之寨 知识本人累累要寻 花蓉的过世 不想惊动知福 有了都见下林草寨 花蓉将何以报 黄信赋尔低言道 知福只为足下一人 唐有些刀兵动实 他是文官 作得何用 你只依着我行 花蓉道 深些都见过爱 黄信便邀花蓉 同出门首上马 花蓉道 皆请多见 少叙三杯了去 黄信道 待说开了 畅饮何妨 花蓉只得叫背马 当时两个并马而行 直来到大寨 下了马 黄信挟着花蓉的手 同上宫厅来 只见刘高一字 先在宫厅上 三个人都相见了 黄信叫取久来 从人以仙字 把花蓉的马 千将出去 闭了寨门 花蓉不知事迹 只想黄信是一般武官 必无歹意 黄信情意斩久来 先劝刘高道 知府 为因听得你文武二官 同聊不和 好生忧心 今日特为黄信道来 与你二公陪话 凡望 只以报答朝廷为重 再后有事 合同商议 刘高达道 两刘高不才 颇实些礼法 何足道哉 只叫知府恩相 如此挂心 我二人也无甚言与争执 此时外人妄传 黄信大笑道 妙哉 刘高饮过酒 黄信又珍第二杯酒 来劝花蓉道 虽然是刘之寨如此说了 想必是闲人忘传 故事如此 且请饮一杯 花蓉接过酒吃了 刘高拿付台盏 争一盏酒 回劝黄信道 董老都见相公 降临毕地 满饮此杯 黄信接过酒来 拿在手里 把眼四下一看 有十数个君汉 促上厅来 只听得后堂一声喊起 两边帐幕里 走出三五十个 壮见君汉 一发上 把花蓉拿倒在厅前 黄信贺道 绑了 花蓉一片声叫道 我得何罪 黄信大笑 贺道 你物似敢叫嘞 你几连清风山强贼 一同备反朝廷 当得何罪 我念你往日面皮 不去惊动拿你家老小 花蓉道 相公也有个证件 黄信道 还你一个证件 叫你看真脏证贼 我不屈你 左右 与我推的来 无疑时 一辆球车 一个纸旗儿 一条红墨鹅 从外面推将入来 花蓉看了 见是宋江献着 木蒸口呆 面面思去 作声不得 黄信贺道 这须不干我事 先有高人 刘高在此 花蓉道 不妨不妨 这是我的亲眷 他自是运城县人 你要强扭他做贼 到上司 自有分辨处 黄信道 你既然如此说实 我只借你上周礼 你自去分辨 便叫刘之寨 点起一百寨兵 防送 就要和你同去 便借头青州 此时知府相公 力等回报的公事 不可担持 花蓉便对黄信说道 都箭转我来 虽然捉了我 便到朝廷 和他还有分辨 可看我和都箭 一般五直观面 修去我衣服 容我坐在囚车里 黄信道 这几件容易 便都依你 就叫刘之寨 以同去周礼 折便明白 修要枉害人性命 当时黄信与刘高 都上了马 兼押着两辆囚车 并带三五十军士 一百寨兵 簇拥着车子 取路本青州府来 不是黄信刘高 借宋江花蓉 往青州来 又分叫 火焰堆里 送数百间屋 与人家 刀斧从中 杀一二千 残生性命 且叫 大闹了青州 纵横山寨 指使玉平封上 提名字 担奉门中 降设书 毕竟借宋江 投青州来 怎得脱身 且听下回分解 中 Florian 二十诱 二十语